小小的太延形人 这个应该大家看得到是什么 一个行章 也可能是一个名字 仇人 这个是太延形的仇人 再到旁边的那个是什么呢 欣赏黄木虎的线条 扭动那个 同态的印章 小小觉 但是有小部分好像黏了笔 那你看的时候 要慢慢看 要不要读黄字边 应该是否照顾 适合 就是读黄字边 然后就读黄字边 所以适合 是读黄字边 这就是读黄字边 那就是读黄字边 是读黄字边 正確的寫法應該是踢上去的 這是真過癮 因為是字邊 大家明白了,肉字邊都是肉器的東西 保行過癮 眼睛很過癮 曲線扭到泥流的白髮也很漂亮 那他的名字呢? 保行人的名字呢? 過癮是什麼呢? 很多東西都可以過癮 文件也可以過癮 看書也可以過癮 看報紙也可以過癮 看完某一件物件也可以過癮 也有人刻了過癮 看過癮的分寶 看過癮的分寶 就不知了 最好的是放綠精黃 放不分寶是很痛苦的 保行過癮 那個眼字呢? 拿一個白髮跟珠紋的分寶 美麗的分寶 你比較少有趣 對阿神的分寶 眼睛很美 眼睛很穿 不知度過癮 很有趣 大家都知道 受人 受人 如何是人? 人愛的人 人在領域 人在領域 李氏荣文 一个回民的知名人名 逆时庚的回民 李氏昏日 这些都是一种香木,一看上去就知道了,有一个住民的人名印,是惠敏的人,人名印 这个印看上去就只是直线和有一个理智的三角形,成了一个人名印,看上去好像很随意,但我们要留意黄木谷的印, 看上去很随意,但看上去就绝不随意,都是经过思考,然后才落不落东,你看他的白位和珠位,有没有整个印章的关系都在读,就不是读两种画过去的线索, 这个和球棋是很大相别,所以他的印章后来给人的评论就是,看上去没什么出奇,看上去就很出奇, 因为他的白位和珠位再加上印章里面的文字的线条组织, 因为他的白位和珠位再加上印章里面的线条组织, 好,的角形对有一点一样, 就是堂他们和珠位更后一样, 而且是夹根很好。 线条织和採市所根 지역的华幣也 Bears房的线条织。 因此仰sky leurs Oh jsut's 因为他能赴的话, 黏筆了,先看清楚 还有一个压缩、扩张、长短、复杂设计的其中一种 左上角像一个公仔 右上角像一个公仔 口字拿到很大的位置,接着口字顶到角的位置 这些就是他安排出人意表的地方 通常你们的口字一定放在旁边 但是他够胆把他放在屋顶上 整个印章的面脉就由这一个字引出了他的尊重 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书单的名字 抽字调转 抽字不是调转,可以这样调转 对,可以这样调转 正正因为这样可以调转的时候 他跟达人的管理很容易就把它黏在屋顶上 因为火没有那个位置,棺没有那个位置 所以正正因为这样,如果你对文字的边旁接透 然后呢,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就很容易 就没有一条路出来想到 因为很多时候,放在左右两边 调转,整个印章的效果是很容易的 但不是所有字都可以左右 调转上下调转来摆,这些东西要小心 当你调转来摆或上下调转来摆的时候 他会不会出现了另外一个字出来 因此,要拿下头什么的字 听我说,这个红颜致我们一起说 这些东西才有点十分之隔 接你一张之隔 不就没有关于销 有点自隔 有点自鑿 有点自鑿 这是净利 我说,你的评论 有点自鑿 有点自鑿 這個沒有絲不絲的銀杏 這個比較容易看得到出來 做甚麼 應該是紫字 同時用紫 用紫字的嘴巴和雙手黏 用紫字的嘴巴和雙手黏 但是你們黏筆的時候 很大可能在這裡一動過就下去了 你看清楚這個位和這個位是分出來的 它是分到兩滑出來的 不是一滑同一滑 它是故意黏在一起 但是又故意把它分開 那又黏在一起又要分開 那又怎樣呢 那你學一下它 那你要找放大幾個關 很多種類的 不斷開怎麽叫驚喜呢? 又是黏著,但黏著又是分開 所以佈白分珠在這裏印可以看到